特長時代小心翼翼衝入屋內 警方要抓 地方腳偷 1 2 3 4 5 屋內搜出大把現金 還有比手臂還要粗的刀 警方年前掃黑 破壞暴力淘債集團 帶到天爐會 綽號電光的誠信主賢 除此之外 翻開車子後保桿 警方找到的這個小方盒子 居然是嫌犯用來追蹤的GPS系統 而且那個東西 我也不是我的東西 你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他在現場找到的 行蹤全都漏 擔任包商的被害人被追蹤 全因為信義區 這間香火鼎盛的陳天武聖廟 當時拿了120萬 承攬裝修公廟的工程 市口卻被找查 說工程延誤還要補貼香油錢 逼他簽下大量本票 甚至追蹤恐嚇 警方逮到竹聯邦六名嫌犯 他們居然還喊冤 如果沒有完工 那你是不是要補貼我們 後來才知道說 他是所謂的工程商 為了要掌握被害人的行蹤 竟然在他的車上裝置了追蹤器 致使被害人身心畏懼 陸續交付了70萬 警方這一次從北到南大掃黑 無論工程又無糾紛 涉及暴力恐嚇取材 警方搜證歹人 不容黑幫成員囂張 為非作待 記者綜合報導 Vocês才知道 劉強行傷 被害人的 Layer